好 我們今天要上那個對抗生存網路啊 那個 凱傑你聽過什麼是對抗生存網路嗎 真的沒有 東莊有聽過嗎 還是有是不是 好沒關係 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我們之前齁 我們之前在就是前面14堂課我們做的任務齁 都有一個共通的特點 什麼特點呢 就是 我們是在我們第一節課的時候就講說 我們是要建構預測函數 既然我們要建構預測函數的話 就是要有X要有Y 對不對 那要有X要有Y 那這個函數才出得來嗎 然後我們是去試著去 找出一個函數然後最小化Loss 對吧 那今天我們要 今天我們上了 從今天開始我們上了東西齁 跟那個 前面那個也沒有什麼 最終我們還是要找個函數 但是我們目標就有點不太一樣 對不對 因為我們再也沒有Y了 好所以今天的東西很特別啊這樣子 好那我們 我們先來 所以在我們用比較困難的就是範例之前啊 我們就從簡單的開始啊 我們先了解一下就是這個對抗生成網路的原理 那首先喔 我們先講一下就是這個對抗生成網路齁 你還有印象嗎 上捷克 那個是2000年前 1997年啊 對不對 所以2014年提出的對抗生成網路 這個確實就是 這個一定比那些都會心滿多的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可以說這是目前就是如果你要做AI 如果你就是不要做簡單的應用啊 就是你想要真的做點研究的話 現在大部分的人都在研究對抗生成網路這樣子啊 因為才剛出來沒多久 好 那 它的任務目標比較特別 它的任務目標是 呃 我們現在講的是最開始的啦 就是等一下後面有多少 很多變形我們就先不談好不好 我們先講最開始的 它最開始的任務目標是產生一個 一樣也是產生一個數學函式嘛 對不對 那個數學函式的X是什麼 X是亂數 用亂數產生 嗯 舉例來說產生這個人臉 用亂數產生人臉 我們要建構這樣的方程式 好 這個時候 我們來想一下 那我們要怎麼去prepare我們的data 人臉我們有很多嘛 這個沒有問題 亂數耶 亂數怎麼決定 真的就給它亂數 真的就給它 就是 就是 就要 對每一張人臉我們就隨便給它一組亂數這樣 然後 這樣我們就有pare data了嘛 對不對 然後把這東西拿來訓練 你覺得這樣訓練得起來嗎 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樣訓不訓練得起來 好 這樣應該是不太可能訓練得起來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今天 真的是完全隨機的亂數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主要說我的臉 可能跟A比較像 從哪些地方比較像呢 可能是眼睛的顏色比較像 對不對 頭髮呢 髮型比較像 對不對 那跟B B的眼睛跟髮型 跟我完全不一樣 但是膚色怎麼跟我完全一樣 假設啦 假設是這樣子 那 我 我如果給亂數的話 那我是不是要指定 舉牌說 第一個 數字 可能描述髮型 第二個數字 描述眼睛 第三個數字 描述臉型 第四個數字 描述嘴巴 類似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 這些Data 我有很多張人臉 對不對 這些Data 我不可能一張張去 因為 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量化的 這樣懂意思嗎 真的是最難的地方 再來沒有辦法量化 這樣懂意思嗎 就是我 我怎麼知道我跟你的臉 差別有多少 如果我知道的話 那當然我可以 把它設置一些條件 舉例來說 什麼 就是把它特徵化出來 就是 人工的方式 把特徵抽出來 就舉例來說 黑頭髮 紅頭髮 或什麼顏色的頭髮 對不對 那髮型 我們先設個100類 這樣子 不過這個好像就回到 很久以前那個 就是 不是深度學習的狀態 對不對 手動做特徵工程 好 所以說 你要用亂術 產生人臉 這件事情本身 其實 用想的好像很簡單 實際上很難 為什麼 就是下面講那個問題 因為我們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 預先知道這個真實圖像 配哪一組 哪一組數字 哪一組數字 是合適的 這樣懂得意思嗎 其實 關鍵是什麼 如果我們要有 隨機數產生 一張圖 我們關鍵是要找出 一對一的關係 對不對 就是這張人臉 跟哪一組數字 是一樣的 這一張人臉 數字是一樣的 這個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在教那個 Autoencoder的時候 就是壓縮夾縮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透過 先把圖像壓縮成向量 再把向量還原成圖像 從而找到向量對 那個圖像的一對一關係 對吧 這個樣子 我們才有辦法做啊 那個中間的向量 絕對不能是隨機的 絕對不能是完全隨機的 只是看起來是隨機的 那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試過了 如果在中間 我們中間那個東西 真的用一些隨機數 好像生成出來圖像 不是很漂亮 對吧 好 所以說這件事很難喔 我們在我們想解法之前 這件事你要知道 就是很難 想都想不到 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做 這樣懂了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個人的名字很有趣喔 這個人的名字叫 good fellow 這個姓啊 就是他 提出這個方法 就叫good fellow 這樣子 那個fellow 通常就是研究員 之類的意思 good的就好 對不對 所以他姓叫好研究員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想 一樣他沒有辦法解決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 所以他是用了一種很方便的方式 去巧妙解決剛剛的問題 就是他先使用一個生成網路 這個生成網路是AI1 AI1就是這個generator network 好 然後他的目標是透過隨機數據測圖像 可是這個時候問題出來啦 我損失函數要怎麼給 損失函數沒辦法給嘛 對不對 我要優化一定要有損失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預測函數可以很好定啊 但是我損失函數總要定義吧 他沒辦法給損失函數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使用一個對抗網路 Discriminator network Discriminator network 他負責 給他一張真的圖 跟給他一張假的圖 這個假圖就是 generator生成的 這兩張圖 那這兩張圖因為一真假嘛 對不對 所以Discriminator是可以有損失函數的 對吧 他的損失函數是什麼 他的損失函數 可以是cross entropy 這是一個二分類問題 我只要判斷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他的損失函數可以是cross entropy 那 他當他有能力分辨真假之後 那我沒有辦法透過他給他損失咧 這就是 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問題了 這樣知道嗎 我們Discriminator是很容易有損失函數的 那我們希望透過 假設我們把Discriminator 跟generator network 兩個東西合成同一個網路 那他是不是就很像那個Autoencoder一樣 有兩個網路構成 那他的損失函數不就可以傳回來了嗎 就往後傳去更新他 好 用想很簡單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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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前學的是一個模型包含兩個網路 好像不是特別難的事情 對不對 之前在寫Autoencoder的時候 你就把兩個網路用MX內把它拼起來就好了 不是嗎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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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可以先跟你劇透一下 這兩個網路的訓練方式 絕對不可能是合在一起OneStage的訓練 你看得出為什麼嗎 你看得出為什麼這兩個網路不能合在一起訓練嗎 他有哪些Input Noise 加上 英明G 英明G對吧 這兩個是Input 這是Output 這個可以合成同一個一起訓練嗎 可以把它寫在一起一起訓練嗎 可以把它寫在一起一起訓練嗎 可不可以寫在一起一起訓練 不行 為什麼不行 不行在哪裡 橘色那個怎麼了嗎 橘色那個先訓練 這個都沒有什麼先後問題啊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不能合在一起訓練喔 這就是因為他們不能合在一起訓練 所以大大增加寫程式的難度 所以這個東西門檻很高啊 好我告訴你們為什麼 這兩個網路不能一起訓練好了 因為他們想要優化方向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Discriminator跟Generator優化方向完全相反 就Discriminator來講 他的優化方向是希望讓 Loss極小化 這樣可以吧 對於Generator來講 他希望的是讓Loss極大化 他想要提升Loss 他不是想要降低Loss 這樣懂意思嗎 好那他怎麼樣 所以他的上半部 要 要Minima Loss 那他的下半部 要Maxima Loss 所以他鐵定就是要分兩 他一定就是要分兩部分訓練 這樣知道了吧 他們的優化目標不一樣喔 當然Minima跟Maxima 這個東西我們只要簡單加個負號就可以解決了 但是他們就是用不同的方式 這樣懂了嗎 好 所以這個程式很難寫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實現一下我們的這個 就是我們來實現一下手寫數字產生器 好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們就用這個Disc用到的這些Data好了 就Disc 所以我這個應該用Lesson 10應該可以教到吧 那你看我怎麼貼喔 好首先這個 這個 我們 Lesson 10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的這個 就是Generator要產生什麼東西好不好 Generator產生什麼東西咧 我們 不是Iterator產生什麼東西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個Iterator我們先Reset 好然後這個我們看Value 這個裡面總共有多少種東西 總共有Noise Image 跟Label Label.0 跟Label.1 雖然我們現在看不懂那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Noise是什麼好不好 Noise就是一堆就是一堆亂數 那我們來看它的Dimension 1乘以1乘以10乘以32 32看起來像Bench Size這樣可以嗎 所以對於每一個東西來講它有10個隨機數 這樣可以齁 好 那 Image呢 它叫什麼名字 Image 標準的手寫數字 32張圖 這樣可以嗎 Label0 Label就是32個 32個0 Label.1 32個1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現在 我們每一次產生Data就是產生這些東西 這樣子 總共四種東西喔 這個迭代器已經比一般的複雜了對吧 好 那 有了這個迭代器以後 我們來看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下一步定義我們的 Model的結構 首先 因為我們有兩個部分嘛 一個是Generator 一個是Discriminator 對不對 首先我們先定義Generator 注意看一下我們Generator怎麼定義 Generator的目標 是把 亂數 亂數的Dimension是不是長這樣子 1乘以1乘以10 對吧 把它變成Image的Dimension 28乘28乘1乘32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需要用 這個 所以Generator一定是一個反卷機網路 對不對 反卷機網路就是 它會很像我們 那個 很像我們 那個自編碼器的那個 就是 那個 還人器的部分 對吧 還要看著 Generator進來 Data進來 變 GnData GnData進 Deconvolution BenchNormal 然後 ReLU 然後再Deconvolution BenchNormal ReLU 再Deconvolution BenchNormal ReLU 然後再Deconvolution 然後最後再Sigmoid 為什麼Sigmoid 因為最後我要把 變成0到1之間 我們的圖像的那個灰階值是介於0到1之間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Generator的結構就長這個樣子 好可以嗎 這個 這個結構你要調些參數什麼的 那無所謂啦 重點是 你這個東西進去的維度是這樣 出來的維度要這樣子 你要配合你的Data 你以後Data換了的時候 你這裡就要去配合它 好 接著Discriminator呢 我們看一下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呢 就是給我一個Image跟Label Label就是我要知道是真的圖還假的圖 對不對 好 首先 Discriminator是不是由圖到數字 那所以是不是 Convolutional Network 好 Discriminator一樣 ConvolutionBenchNormal 然後注意喔 這裡我用的是 LeakyReLU 我不是用ReLU喔 我是用LeakyReLU喔 LeakyReLU是不是前面有講過 很久以前很久以前有講過 但是 就是 T度消失的另外一個解法 為什麼我這邊要LeakyReLU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其實 兩個網路把它疊在一起 他們可不可以有直通通道 Shape不一樣 不能有直通通道 對吧 所以它其實很容易T度消失 它很容易T度消失 但是我已經用BenchNormalization了 好不好 有用BenchNormalization已經比較不容易T度消失了 但是 呃 盡可能的 不要讓它太容易T度消失 所以我還是用LeakyReLU 這樣可以齁 不過你看有注意到一件事 我這裡用LeakyReLU 上面又只用ReLU 這件事很奇怪嘛 對不對 在我們質疑這件事之前 我們先把實驗做出來 好不好 很奇怪 好 簡單來講 最後你就會有一個Sigmoid的Output Sigmoid的Output就是0到1嘛 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跟你的Label做Cross Entropy 這樣可以吧 這樣 這邊應該不會太難 好 Lost function只有Discriminator有Lost function 那個 Generator是 根據Discriminator的Lost function來回傳的 這樣可以齁 所以結構的部分應該沒有問題吧 結構的部分會不會很難想像 應該還好啊 這個 這個叫你寫出來 就算寫不出來 寫不出來一模一樣的也無所謂 好 繼續 Opminer的部分 我們 我們 我們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 要用不同的 要用不同的這個 Opminer 雖然看起來這兩個都是ADAM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們 到時候 ADAM 是不是會承接之前的一些什麼 慣性動量啊 或是他的那個標準化值 β1β2 那些東西 所以你對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 你需要給他各一個優化器 好 你把優化器貼過來 優化器貼過來 接著優化器做完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訓練 這個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我們這裡一定要寫底層喔 這裡我們 已經很確定一件事 就是 GAN是沒有辦法 那個對抗生存網路是不能夠用高級API做的 一定要寫底層 好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自己先編寫執行器 這個執行器 就是把DataShape放進去 這個 這個 這個應該不會太難吧 這個 我們把它改成GPU好了 GPU 好接著 我們把 我們做權重初始化 並且更新探數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很簡單的事情 這樣可以喔 好然後接著 這個 產生Updater 這個都是底層的東西啊 那個就是底層 如果說忘記怎麼寫 就 回去看一下 就是第五課好像就有教了 這樣子 不過 目前就是一直抄就好了 你就大概知道它的流程 好 接著 我們要開始進行回圈了 然後 接著這裡很關鍵喔 我們在回圈裡面是怎麼做的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是一代 這個是一代 看著喔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仔細看 reset之後 把value叫出來 這個不會太難 這個都知道對不對 看一下我們整個過程喔 首先 先 讓generator做forward generator做forward input是什麼 input是noise 對不對 過去了以後 是不是會產生 generator的predict output 這是什麼 這是不是就是 隨便亂畫 AR1畫出來的圖 這是假的圖 對吧 這是假的圖 看好囉 接著 discriminator 給他假的圖 加上 告訴discriminator 這是假的圖 label0就是全部都0 對不對 告訴他這是假的圖 這是假的圖 給了discriminator之後 一樣先forward 但forward當然叫backward backward才會把t2傳回來 對不對 然後去更新一下 他的權重 好這樣 這樣順序有了解到嗎 先generator forward 我沒有backward 我沒有backward 因為我還沒有損失 這樣知道嗎 接著 利用假圖 然後告訴 並且告訴discriminator 他的假圖 然後 這個 讓他 那個 forward再backward 把t2傳回來 並且就更新他 這樣可以齁 接著 給discriminator 真圖 這是真圖 對不對 這是真圖 這是真圖 記得給他label1 label1就是真的 就是告訴他全部都是1 對不對 好一樣 forward 再更新權重 好 這是第三個部分 還有第四個部分 我要把t2 回傳給generator 怎麼回傳呢 看著 我對discriminator 我給他假圖 這個假圖對不對 可是我這次的優化目標 跟剛剛相反 我剛剛假圖是對label0 對不對 我現在假圖對的是label1 因為我generator的目標 是要騙過discriminator 所以我要 我的目標是希望 discriminator 以為 假圖是label1 而不是label0 就是這裡方向相反 導致他們不能合在一起訓練 好 接著 backward 回discriminator之後 可是discriminator 沒有我要更新的權重嗎 這樣知道嗎 注意 所以這邊是關鍵喔 我要把discriminator 最前面那一層 就是image的權重 把他叫 的t度把他叫出來 我要把image的t度 叫出來喔 這樣子啊 就是這個image的t度 意思是什麼 image要怎麼改 我discriminator 才會認錯 好 接著 把 這個image的t度 把他傳給generator 注意喔 這裡都是關鍵喔 這裡就是 這裡就是 他不能 他不能夠用API的 他不能用高級 那些簡單函數的原因喔 傳給generator之後 一樣update 然後再更新權重 這才是一輪的訓練過程喔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其實 這樣一輪 大概看得懂了吧 好 那你基本上就是把這邊變回圈 大概就不會有問題了 好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來看看初始階段 generator生成的圖像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讓他執行 這個 這個執行 CTX 為什麼 這是在哪裡 我現在有這個了嗎 我現在已經有了 所以我到底在哪裡的時候 我在哪裡掛了 我來看一下 我現在這裡還沒有 所以我來看一下 我這裡有嘛 這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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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裡出錯了 這裡我看一下 這裡為什麼會出錯 這個 這個函數 我現在不能用嗎 他需要寫CTX 好吧 那我們就給他寫吧 好 這是他第一輪畫出來的圖 當然都像亂數啦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還沒有經過訓練啊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有趣的事情就來 我們就讓回圈開始walk 好不好 好 我們 我們讓 我們把整包弄回圈 我們在這裡做setseed 好 從這邊訓練開始嘛 reset這裡 我們開始setseed 這樣可以齁 就是我們把logo存下來 接著 我們來做 訓練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把 下面這裡全部貼 複製貼 就這樣 就這樣就解決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啊 好 那接著我們就他來讓他訓練吧 好 注意一下 當他來訓練的時候 你看 你注意一下他的變化 他用GPU說的訓練蠻快的 怎麼 怎麼好像沒有訓練很好的感覺啊 好 我先不要存圖好了 我把 我把存圖這個部分把它刪掉 怎麼沒有訓練得很好的感覺咧 好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存model 欸我 好啦好啦好啦我存一下model好了 Lesson 15 這樣看起來是沒有訓練好啊 沒有訓練好我們把這個 我們先把Aden這裡改小一點好了 我們再試試看 似乎沒有訓練得很好啊 好我們等一下再來想一下為什麼沒有訓練得很好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基本上啊 就是如果你負貼上的話 我之前跑實驗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他會越來越像數字 他會越來越像數字 至於為什麼沒有訓練得很好咧 等一下其實這個是 這個 這個是就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一直往下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好 但是 沒有 沒有 沒有做得很好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等一下練習衣的時候會來 會來 會來 就是會來討論這件事情 好不好 那簡單來講就是 等一下 我們就先 我們先把這個實驗先做一下 然後我等一下試著調一下參數 看是哪裡 哪裡要做一些修正這樣子 那這個 如果你做完之後 你應該可以拿到這個generator的這個 就是generator的權重 拿到generator的權重之後 你就可以利用他 把手鐵數字弄出來了 這亂數的手鐵數字弄出來了 然後這個是 自編碼器 的那個 還人 還人器做出來的手鐵數字 你還可以感覺出這兩個明顯的不同 上面這個quarty好很多 好不好 那我們就 我們就做一下 然後 當你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他loss的軌跡是很特別的 他loss的軌跡是 注意generator 他並不是一直往下 因為他是有陣服的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是generator比較強 有時候是discriminator比較強 所以說這個是會是有陣服的 這樣子 然後他們永遠都不可能誰一直優於他 因為他們兩個都不斷在學習 這樣懂了嗎 所以他的優化 永遠不會變小 那我怎麼知道我什麼時候可以停 我現在只能用目視的知道 現在圖畫像不像 才知道能不能停 這樣懂了嗎 因為 我沒有辦法用loss來判斷 沒有準確度的問題 對不對 好所以這是game的問題 好那我們來 基本上就是 這邊等一下我們再來玩 等我們把訓練完之後我們再來玩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的noise 我的noise從7到9 他其實可以慢慢的這樣變化 這樣懂了嗎 就是我可以隨機給他一個起死的noise 再給他另外一個起死的noise 中間就用內插就好了 中間用內插之後你會發現 他把它轉成圖的過程中 他就會越來越接近9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就是game訓練很好的時候 這個東西 那這就代表一件事 7跟9本來就很像了嘛 對不對 那麼代表 之前的那些數字 就是向量 那些初始向量 確實是代表某些訊息 舉例來說 哪裡是畫上面這條線 哪裡是畫下面這條線啊 然後下面這邊只要勾起來 就變9了 這樣子 這樣大概懂意思了 好 那我們先讓你訓練一下 好就是注意一下就是剛剛是沒有訓練好的 那我們現在是調 我們現在把這個 兩個優化器的這個 Aden的這個Beta1 把0.5調成0 0.5調成0之後 他 現在看起來就是可以walk了 我再清空再全部重做一次 至於為什麼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對 欸又失敗了 有這麼難訓練 好再一次再一次 多跑幾次他可能就會成功了 等一下我可以告訴你們 就是等一下我們再來好好討論 為什麼 理論上這麼好為什麼這麼難訓練 啊我剛剛明明就訓練出來 為什麼現在要爆了 這樣就是完全失敗啦 好再關掉再一次 那我們把這個改0.99好了 改這樣 好看起來有在往成功的路上啊來 有沒有越來越像啊 好 可是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東西實在 這個東西訓練起來 聽起來就真的不太好訓練對吧 因為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之前我們在訓練那些神經網路的時候 可沒有一天 調參數頂多就是不準而已啊 不會失敗啊 這次我們在訓練game的時候 你發現 他數字不對居然就 就爆了 連動都不給你動 現在有沒有越來越像啊 現在大概基本上 你會覺得他真的是walk了對不對 好就這樣子 你們先做一下吧 好 這是我自己 我訓練的最終結果啊 看起來應該蠻像的了吧 對不對 二十代跑環 那個你們訓練的結果 那個你們已經開始訓練嘛 等一下你們就跑出來了這樣子 不過我看大家都有成功啊 好不好 所以我MX內到第幾版 為什麼我一開始會失敗 我是1.5 1.5有點問題 1.5.0有一點點小小的問題 這樣子 1.4.0比較穩定 好這個 這個 不過你們應該是用1.4.0啊 1.5.0就有點問題 這樣子 這個我一直都知道 好那 基本上 就是 這個東西已經做出來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來運用一下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Loss的軌跡 我這個我先把它清空 好這個Loss的軌跡 第一我們注意到 Generator Loss 越變越大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我們其實 就我的啦 就我的 我的這個案例來講的話 我訓練狀況是顯然 我們的Discriminator 比Generator強蠻多的 所以Generator一直沒有辦法 把Loss壓下來 他被Discriminator壓制了 對不對 理想狀況現在他們應該是 互有領先吧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所以 這個 Gent他 討厭在哪裡 這些範例我們就不是啦 好不好 這Gent討厭在哪裡 就是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Discriminator 是非常非常強 Generator非常弱 假設是這樣 那這樣子的話 Discriminator是不是馬上就 馬上就可以 學到Loss等於0 那 Generator呢 是不是Loss就趨勁無限大 因為他完全相反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這樣子 Discriminator本來就不太能訓練了嘛 因為Loss跟0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Generator Loss變得很大很大 那會發生什麼事 他的 改變幅度就會非常非常大 改變幅度很大的時候 是不是 改變幅度很大意思就是T度很大 T度很大的時候 是不是意味著 有點像學習率很大的意思 學習率是越大越好嗎 不是嘛 所以 你要知道一件事 一個好的 對抗生存網路 他其實是非常難做的 也就是 我 我必須平衡我Generator跟Discriminator的能力 他們兩個能力差不多的時候 他才有可能訓練得好 甚至他們的優化器 優化方式都可能要不一樣 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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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 這個 Generator是非常難訓練的 這樣知道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Demo的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數字變化的軌跡 這個 這個不好玩 這個是從 他這個變化 他當然有連續的變化 但是因為這個數字不知道是什麼 不然我們再 再換一組數字好了 我們把那個 seed 改成2 有點從0變成2的感覺吧 對不對 3 5變成 這個還沒有到6 但 有慢慢的改變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我們的 Generator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到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練習 因為你們已經開始做了嘛對不對 練習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練習 想要給大家issue是什麼 第一個 剛剛我們已經發現 就是他需要精細的調參數 對吧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幹了 我們到底調了多少參數 第一個 我們用A等進行優化 但是學習率 Default學習率是 千分之一嘛 我們改了他 並且 Beta1 Beta1似乎 以前都0.9嘛 我們改0.5 為什麼 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 我們對A等做了這麼神奇的改變 第二個是 我們可不可以改成SGD 我們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改成SGD 用SGD來優化可不可以 你可以試試看 但你調參數調起來會更累 還記得A等的優點 A等的優點 就是不太需要調參數 對吧 SGD你可以用啊 但是又更難調 為什麼更難調 因為他是一個競賽過程 對吧 他的競賽過程 有時候我壓制你 有時候你壓制我 這暗示了什麼 其實就是暗示的T度會忽大忽小 T度會忽大忽小 我用固定的學習率來做的話 是不是很容易就爆了 因為有 因為太大 學習率是一個太大也不行啊 太小當然不行 太大也不行啊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 第二個是 為什麼Beta1就是慣性動量 對不對 慣性動量為什麼被調小 因為很簡單啊 因為他優化的方向 並不見得是越來越好 所以他的方向 不見得會一直保持一致 慣性動量是不是當我 目標一直往前的時候 他的慣性就會越來越大 欸 可是他 誰跟你講他方向會一直一致了 有時候我壓制你 有時候你壓制我 這個常常會互換的 這樣懂你什麼 好 所以說 使用A等原因是因為 是因為這個 就是 是因為就是我們 我們那個 學習率忽大忽小 所以我們T度忽大忽小 所以我們需要用A等來標準化 這樣知道嗎 好 那 這個 redu這個問題 來我們這邊全部都 我們這邊全部都來 全部都來這個 看練習的答案好了 練習的答案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 隨便亂改參數 你一定會發現 他完全沒辦法訓練啊 好不好 這個我們剛剛都實驗過了 對不對 剛剛是我一開始不能訓練 我後來條條才調能訓練的 所以他的參數不能亂調 這個 這個可以理解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實際上 對抗生存網路真的是非常難訓練 就剛剛那四個問題 我們來一個也回答 第一個是 呃 就是 對抗生存 第一個是 這個 呃 Generator 使用Radio跟 Liquid Radio 這個 這個也是根據人家的建議 還有最終我們使用Sigmoid的輸出 是介於0到1 但是這個 會造成T度消失 我們其實 也不能把限制打開 我們今天 這個都會結論啦 好不好 Discriminator中 我們把Fake跟Real 分開訓練 這個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我們用Bench Normalization 對不對 Real跟Fake的 Bench Normalization 是不是每個Bench 會去做平均 Real跟Fake的 怎麼可以一起平均嗎 不行 這樣子啊 所以Real跟Fake要分開訓練 好這樣 這樣大概懂意思了嗎 喔 所以他其實 他其實蠻複雜的 這樣知道嗎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之前的Pepper 在Game 從這個2014年提出來之後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他真的超級難訓練 那個時候研究者都發現這件事了 理論看起來很漂亮 實際做起來超級難 原因就在他真的很難訓練 那 那這些這兩Pepper大概就是 認真的去調參數 調了之後他發現一件事 他認為Generator最終輸出 一定要是 這個 有這種 就是有介於某一個數字到某一個數字間的 不可以是 無限大到負無限大 好 第二個是 即使會T度消失都無所謂 好 第二個是 一個MiniBench中 真量本跟假量本不可以混合訓練 剛剛已經跟你們講過原因了 因為Bench Nomorization之後的東西會不一樣 好 第三個是 避免稀疏T度 其實就是說 這個 稀疏T度的意思就是 我會把某一個部分變成0 這Radio就是一種稀疏T度 它小於0的部分完全沒有T度 對不對 可是你訓練已經很難訓練了 所以你其實不太能夠用Radio 但是 Discriminator 一般來講Discriminator會使用 Slope為0.2的Liquid Radio Jurator中 就勉強還可以使用Radio這樣子 好 還有一些小技巧 這些小技巧就是 你把Fake當作1 Real當作0 但是這個還好啦 這個就是差別不是很大 然後還有使用一些Noise Noise的Label 什麼Noise的Label 就是剛剛我們1都是1嘛 對不對 0都是0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那個Label1改成 0.9到1之間 然後把那個 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Label0 改成0到0.1之間 就是給它一些Noise 讓它不要學得那麼好 這樣會有幫助喔 好 那我們可以 我們做實驗的話 我們這邊等一下會不會做實驗 我看一下喔 我們不會做實驗 好無所謂 就是你們改一下 我們這邊就自己改好了 我們就做一個剛剛的實驗好了 就是剛剛我們 我們說這兩個它反轉嘛 對不對 這個改成1 這個改成0 最簡單的反轉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不要用 repeat1那麼多次 我們把它改成random 我們把它改成0.9到1之間 抽bench size 然後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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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到0.1之間 抽bench size 我們只改這個喔 這樣可以嗎 我什麼都沒改嘛 我只有改標籤這裡 好我們再重做一次 好 UNIF 寫錯了 怎麼會是NA呢 怎麼會是NA呢 這個bench size要放前面 看一下我訓練的結果喔 好 不過這個真的很難看 到底有沒有變得比較好 好不好 但是 但是就是有一些小技巧 我們可以輔助它訓練 這樣知道嗎 這個 也不會很難 至少目前看起來 提出的都不會很難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們現在這邊的學習 只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 這個對抗生存網路真的很難訓練 不只程式難寫 連參數都難調 第二個 它沒有一個最終 就是到哪裡要停 我們要目視的 這個也是難的地方 這樣 而且訓練過頭還不行 什麼時候停你要目視的 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們學到會這樣 好不好 所以這個 對抗生存網路真的很難訓練喔 好不好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 呃 我們現在進行下個部分 下個部分是 之前如果對自編碼器有印象的話 您剛才發現對抗生存網路跟 自編碼器非常像嘛 對不對 自編碼器是從 圖到向量 向量再回圖 對不對 GAM變成是 向量到圖 圖再變向量 對吧 所以看起來他們真的是很像 對吧 那我們之前是不是嘗試過 使用自編碼器 的突變向量 這個部分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效果還不錯 我印象中效果還不錯 那 GAM能不能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當然也是可以的 好不好 我們來試一下 實驗就是 我們 既然我們 我們剛剛是用 Fore Sample來做 這個 就是所有的 Training Sample 來做 來做 GAM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用個 Sub Train Sub的 就是 資集 資料 比較少資料 來做 手寫數字辨識 並且用轉移特徵學習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我們現在要做的實驗 好我們把它關掉了 不管了不管了 把它關掉了 好把它關掉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我們來把這裡貼下來 好這個應該是 這個是Lessence幾 Lessence 10 好接著 我們 你既然要做轉移特徵學習 你的這個結構就要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這個是 這個是沒有 這個是沒有那個的喔 我們是沒有 沒有改這個Discriminator的結構 好 D of Minor 那我們先不做轉移特徵學習 看看 準確度怎麼樣 好這邊我趕GPU 這個沒有做個轉移特徵學習喔 這個我跑了幾代 這個要百代是不是 我們來跑一下 看一下多久 這裡 好這樣就訓練完了 一百代還蠻快的 至於準不準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用TEST的DATA來看一下準不準 我們把它讀進來 把TEST的DATA讀進來 一樣的Lessence 10 好賭進來之後 我們來做一下我們來看一下準確度是多少 好準確度是92.7% 這是用500個Sample的小樣本做的做出來的結果 好那我們來試著用轉移特徵學習喔 好不好 這個轉移特徵學習的過程 這個轉移特徵學習的過程 看起來沒有特別難 我只是把這個Discriminator的權重把它叫進來 把它讀進來 我們改成第二十代好了 讀進來之後一樣產生之後 把這個權重填進去 然後Model 2就是 Model 2就是那個用這個 既有的這個權重去訓練的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來看一下Model 2 好 再來看結果 欸 差不了多少欸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差不了多少欸 好 基本上 呃 大家可以再多做一些實驗啦 呃 可能會有點提升 不見得會提升多少 事實上在我們講義上面的實驗也差不了多少 這樣懂得懂嗎 嗯 所以說 呃 幫助有限啦 這樣大概 大概懂得 不過自編馬器 那個時候印象中也 幫助也就有限這樣子 好 不過 不過 這還是一個好方法 就你可以試試看嘛 因為反正 那個無監督的這種就是 我們前面那種就是沒有Label 注意我們剛剛之前在做training的時候 是沒有Label對不對 沒有Label的Data要多少就有多少 所以 還是可以試一下 用沒有Label的Data來輔助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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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做轉移特徵學習 這樣子 好這樣大概沒有問題了嘛 好 繼續 那 呃 這邊我們實驗就不用自己做了 反正那個 這個轉移特徵學習這件事情 你們大概早就會了 這樣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 呃 你剛剛已經學會生成 圖像生成了嘛 對不對 在我們探討它的數學理論之前 我們下節課才會探討它的數學理論 我們下一個關心的事情是 呃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如果要產生5這個數字的話 怎麼產生 就是 多四幾組隨機數碼 看能不能把5挑出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能不能指定數字 也就是說我們在 我們 我們告訴這個 generator 我們告訴這個 generator說 我們要生成5 他就真的生成5 而且每一次的5是不一樣的 可不可能做到這件事 還蠻簡單的嘛 對不對 怎麼做 啊你就生成 十個generator不就好了嗎 十個generator做不一樣的事嘛 第一個generator生成0 第二個generator生成1 最後一個generator生成9 這樣是不是問題就解決了 好 當然這樣是 嫌不夠優雅吧 好 不夠優雅的話 那怎麼解決咧 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東西 叫 對抗生成 條件是對抗生成網路 conditional game conditional game 意思就是我最開始的時候 我要把 我要什麼數字我要告訴他 我要什麼數字我要告訴他 並且 discriminator 除了同時除了 要有假圖以外 還要有假圖的數字 因為這樣子如果要生成5 他生成一個4出來 discriminator要知道說 喔他其實生成錯了 這樣知道嗎 discriminator同時要做兩件事喔 第一件 他應該說他同時有兩個information 第一個是 我要有一個 真的 假如真的5 跟一個假的5 可是假的5 他如果生成4出來 我要有能力去分辨說 這不是 雖然他生成的出來很像數字 但是他是假的 所以我們要多一個label 我們要多一個叫 digit 這個label 這樣可以齁 看一下我們的這個網路怎麼設計 我們首先先把 data跟數字把它 combine在一起 一起做convolution 所以這個改變其實不太多喔 我們本來是 那個generator data 直接進 deconvolution對吧 我們現在只是把它改成 generator data 先進 這個 加上這個 我指定的數字 把它contact起來之後 再進 deconvolution 這樣可以齁 改變其實還好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欸 我的 iterator Iterator 就重寫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來改這裡 我們把這個 這個部分 把它改成 新的版本 現在已經改成新的版本了喔 這樣可以齁 接著 我們再把 discriminator也改成新版 同樣也要有數值 這樣子的話 我才知道數值是 數值是什麼 注意這裡的處理喔 這裡是 我把 image digit跟 這個把它 乘在一起 乘在一起 乘在一起的話 會出現什麼效果呢 來 本來是28x28x1的圖像輸入 我把它轉換成28x28x10 為什麼 第一張就是 這個 第一張就是0 第二張就是1 最後一張是9 好 可是 因為我的digital這個數字是 它有做讀這邊嘛 所以是 就是 十個0跟1 那如果它生成錯了 它是不是就不會 因為乘以0嘛 它是不是就不會出現在那一張 那個 那個channel上面 這十個圖 那個channel就是0嘛 所以每一次它只會顯示一個 在不同的channel顯示不同的 不同的這個圖 這樣懂了嗎 好 那把它合在一起 好 合完之後 Lost function並沒有什麼改變 Lost function是沒有改變的喔 好 然後我們要 我們要來做一個 新的 Iterator 這個新的Iterator 有用到 反轉加噪音標籤喔 就是 噪音標籤就是 剛剛那個 就是這個 0到0.1之間 我要抽一個數字 0.9到1之間 我抽一個數字 這樣懂了嗎 好 那我們把這個 把它貼過來 好就這樣 好貼過來以後 一樣我們把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就用之前就好了 然後我們要產生新的 執行器 這個新的執行器 因為多了一個標籤 所以長得不太一樣喔 所以說 我們要寫新的 多了一些東西嘛 看出來喔 好 初始化權重並且填入 好 updater的話不用改 好 接著這個訓練的 過程就完全一樣了 訓練的過程 我們只改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 產生的圖片 我們希望 它是真的是 它 它不再是隨機 欸 這裡還是一樣 是不是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run了 我這邊沒有改 好 我們按run 我們再按sauce 看一次吧 為什麼不行 我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沒改到 好 現在到哪裡有了 這個已經有了 欸 等一下 好 不然我還是貼全部好了啦 太麻煩了 啊 我知道了啦 因為 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我剛剛這裡沒有填入那個 我沒有 我只有填data 我沒有填數字嘛 這個地方要改啦 這個地方要改啦 然後不要存圖 啊 為什麼那麼慢 因為我是用CPU 我把CPU改成CPU 好 我們等它訓練一下 好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可以吧 這個過程跟剛剛很像喔 只是增加了Condition 這個Condition加的方式比較特別 好 那我們這邊就先進行個實驗好不好 我們先 我們先這個 我們先這個 呃 就是先這個 先進行個實驗 好 我們現在訓練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還要做什麼 東西出來了以後 我們現在 欸 你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你沒有辦法直接用Generator 因為現在 它的Input 東西太多了 除了Noise以外 還是不是還有指定一個數字 所以必須自己客製化一個 預測函數 怎麼客製化預測函數呢 就是一樣 在裡面自己寫 執行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是我們自己寫的 預測函數 寫完之後 我們的剛剛的model 叫做這個 GEN model嘛 對不對 我們直接把它PREDUCT出來 我們就PREDUCT0到9 有沒有0 1 2 3 4 5 6 7 8 9的感覺 有吧 再幾次好不好 欸 有沒有發現 它都精準的在正確的位置 好 這就是Conditional GEN 它厲害的地方 這個跟真實的數字比起來 其實我們大概還是看得出來 它有一點點不一樣啊 好不好 就是還 很難 有點難做到以假亂真 好 這個原因是因為 就是我們 這個 這個原因可能是因為 我們訓練的不夠多 或我們參數條的還不夠好 好不好 那我們下節課才會再 好好講一下它的 就是數學原理 並且再教大家進階應用 這樣子 好 有了這樣的技術以後 你現在是不是想到了一件 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 既然我現在可以 生成無限多個0 無限多個1 無限多個到9 那我可不可以利用 生成的資料來訓練Data 因為現在我能夠 我的SampleSide就是無限啊 對不對 我想生成多少就生成多少嗎 對不對 用FakeData來進行訓練 結果會不會變好 猜一下好不好 不是啊 我就 我沒有互相切磋了 我現在 我現在已經 就是我已經確定我的Generator 就長這副德性了 那 現在我的SampleSide不是有無限大嗎 我用無限大SampleSide這個Performance會變好 猜一下好不好 聽起來很嚇人嘛對不對 上升一點點 上升一點點 你覺得不會 為什麼覺得不會 上升一點點我可以理解 就是你也不敢說上升很多嗎 絕對不是 絕對不像真實樣本 多到無限大一樣好用嗎 對不對 那凱傑為什麼覺得不會 東章說上升一點點 是一個很保守的講法 畢竟還是假的 好吧我們來做個實驗 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 答案就是 基本上 我覺得上升一點點 是可以接受的 這樣子 可以接受的答案 也可以說沒有上升 我不認為你們兩個答案有錯 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已經 很聰明了嘛 就不會被虎爛了 這樣子 就是 如果今天有人要告訴你說 喔 現在GAN這個技術 最好方法 最好 最有用的地方是 我可以生成無限多的樣本 這樣我SampleSide會變得很大 我可以training得很好 笑笑就好了 這樣子 有用程度不高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次 我們就 我們就有個大膽的想法 因為剛剛我們做 Conditional Gain的時候 是用Training Data全部喔 而且是用有Label的Training Data 我們才做出Conditional Gain 所以現在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用Training Data了 這樣可以喔 我們就直接用Training Data囉 然後我們的網路模型 一樣用原來那個網路 好不好 我們一樣用原來那個 原來那個模型 然後我們就 然後我們就 我們因為是用原始Data 那麼太多了對不對 我們這裡就只用20代就好了 然後出一件事情 我們直接用轉移特徵學習 因為轉移特徵學習 好像效果比較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不要 我們就不要再用那個 就是沒有轉移特徵學習的 就是我們就不要做 沒有轉移特徵學習的實驗了 這樣子 好這個是 這個是 用全部的Data做的喔 欸為什麼不行 No such file 這 這裡 這路徑 剛剛不曉得多刪了一個 這個 這個我剛剛把它刪掉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準確度 這個訓練感覺要訓練一陣子 欸其實也還蠻快的 這樣等20代應該一下就到了 好那我們就等它一下吧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做的實驗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要測 我們等一下要做的實驗 呃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 想要 在我們的 sample裡面 增加這個 欸 等一下我們的準確度應該會是 98.5%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齁 好 TestX還是要把它寫進來 還是要把它讀進來 TestX在前面 好在這裡 好我們結果應該快要有了 現在已經第18代了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現在是用 ForeSample做的嘛 對不對 準確度剛剛應該是 98.5% 我們來看一下 好98.0 好這差不了多少 我們不用管這一點小小的差異 好 那我們現在用假Sample 假Sample 怎麼用呢 就是我們必須重新定義我們的 Iterator 因為我們要有一半的機率 我們 我們不要說 全部都用假資料好了 我們有一半的機率用真的 一半的機率用假的 好不好 一半的機率用真的 一半的機率用假的 怎麼做呢 一樣我們先把 MyPredict這函數 跟剛剛的函數一模一樣 只是我們現在 產生一個新的 Iterator function 這個Iterator function 除了會把Data 叫進來之外 還會把一半的Data 替換成假Data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 一樣是Lesson 10的 好有了以後 我們繼續 有了以後之後 做的事情就完全一樣嘛 我們就再做一次 一模一樣的事情 只是我們把這個 Iterator 2改 Iterator 3 我什麼都沒改嘛 我們就再做一次好不好 再做一次 那我們在等它的過程中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Iterator 3 它長的 它差別在哪裡 它差別在 本來Data進來 我就直接輸出嘛 對不對 現在我使用 MyPredict函數 我在 我先抽一個 我有時候使用假的 有時候使用真的 這樣看出來嗎 有時候使用假的 有時候使用真的 如果是假的 我就直接MyPredict的 這個X出來 這樣我就是使用假資料了嘛 那我有的時候使用的是真的資料 這樣可以齁 所以就是各一半嘛 那我們來看 Performance的變化是怎麼樣子 剛剛第一代是0.19 接下來是0.09嘛 對不對 現在是第一代0.017 後來變0.008 好像 從Lost Lost其實看不出什麼 對不對 還是要看最後的結果而定 好我們等它一下 後面沒有練習題 你們就不用練習了 你們都看結果就好了 反正這種東西就是NARG型的嘛 有沒有做實驗其實差不了多少 好我們先在看結果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重點 好不好 今天課大概就上到這裡 今天重點是這樣子 就是首先 我們大概簡單的學習一下 什麼叫對抗生存網路 然後並且是可以實現的 好我們有實現它嘛對不對 好但是你應該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想法雖然很簡單 但是程式寫起來卻很難 對不對 而且我們只能用底層執行器 剛剛連預測甚至都不能用內建函數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這個 就是其實要訓練出 這個對抗生存網路其實不容易 這樣子 那另外 就是 如果你想要用它來做轉移特徵學習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跟自編馬七效果差不了多少 所以這樣看起來GAMP好像是個玩具 對不對 而且是個很難玩的玩具 它可以做圖像生存 不過好像不好做 做出來也不知道能幹嘛 對不對 因為不能夠拿來做轉移特徵 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效果不好 對不對 好 那 但是啊 欸 它還有什麼好處咧 就是 這個 第一個 它的好處 為什麼 這個像Yang Lecuin Yang Lecuin還記不記得它是誰啊 要不要回答一下 記不記得這是誰 蛤 不記得了 Gryffin Hinton 記不記得是誰 Gryffin Hinton是那個人工智慧之父嘛 Yang Lecuin是卷輯神經網路之父啊 1989年那個手里數字辨識就他弄了 好不好 那 來 第一個 為什麼這個東西會吸引Yang Lecuin的興趣呢 重點是因為 這個 第一個 它是無監督的學習方法 它不用Label 不用Label的 雖然有沒有用不知道 但 但至少 這個 跟以往那種要Label的方式 這是完全不同的Feel 對不對 好 這是第一個重點 好第二個重點是 這個目前喔 我們現在學到的東西大概就1516對吧 141516的東西嘛 對不對 那是一個爆炸性的突破 我還沒有教你們 那個爆炸性的突破 叫做Psycho Game 循環對抗生成網路 我們下一周才會展示它的威力 它能夠做到什麼事情呢 它能夠做到 沒有PairData的 這個翻譯 什麼叫沒有PairData呢 就是 假設 我們做這個 傳統的翻譯 就是中翻音音翻中 那你就是要一句中文一句英文嘛 讓他們先去學嘛 對不對 好 它現在可以做到 給你一本英文書 給你一本中文書 中文書就拿Wikipedia所有Data就好了 英文就拿所有的Wikipedia英文資料就好了 他們兩者絕對沒有 一對一關係嘛 這樣他就可以做翻譯了 好真的很神奇啊 對不對 而且 Facebook證明了 Facebook團隊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 這一條線 是 用PairData做出來的結果 這條線是用 沒有PairData 給它越來越多 它做出來的結果 你會發現 喔 它的 效果 會超過 只用PairData做的結果 這樣懂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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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好 所以說這個我們下節課的重點就是 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首先 這個GAME 現在還是很難訓練 下節課我們會介紹一個新版的GAME 差別一點點 但是它可以訓練得更穩定 叫WGAN WGAN 接下來下一部分WGAN 學完之後我們就會學PYCLE GAME PYCLE GAME PYCLE GAME就可以做到很多很神奇的事情 好 這個PYCLE GAME 大概就是 所有GAME裡面最值得學的一個模型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應該訓練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還沒有訓練完了 廢話那麼多居然還沒有訓練完 現在到第18代 好 不過應該也快了 我們等一下就看一下那個 最後 它這個 第19代 我們最後看一下就是 剛剛是98.0嘛對不對 我們最後就來看看 那我們用了假資料來訓練 會不會增加它的Performance 其實從理論上來講 是不可能增加啦 好不好 你用 那些DATA產生出來的假資料 怎麼可能 喔 97.6 反而下降 當然你可以 Challenge我們是說 我們的假資料 並沒有真的很像 所以 如果你的假資料 不是真的隨機生成 是還給人去挑 假如說這個能用 這個不能用 那可能會增加一些Performance 事實上 有一些醫學上面的影像 因為醫學上面的影像 你要真的再找個病人來照 難度蠻高的 對不對 可是你生成假資料 你 由人來挑哪一筆 是真的像的 來增加訓練 那可能就有點用 這樣懂的意思嗎 不過 那個要用GAM做出很好的 生成很好的醫學影像 這件事蠻難的 這件事蠻難的喔 因為 就之前 就我們去聽演講的經驗 舉例來說 我們要把中風的影像 中風的影像 把它這個 就是 用GAM把它做出來 中風的影像 中風的影像 像什麼樣子 我大概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給你一個正常的腦袋 然後裡面有血塊 聽起來好像 恩就是 要用GAM做出來 好像也不是太難的事嘛 對不對 欸 但是你把那些 假的圖 拿去給臨床醫師看 臨床醫師就會說 欸 那邊沒有血管 怎麼會有血塊 這樣懂我意思嗎 血塊不是到處都可以啊 但是這件事就非常難學到 不是 因為這件事 因為血 因為 GAM並不知道 Discriminator 並不知道哪裡有血管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 他要能夠這樣訓練得很好 他就要訓練得非常久 Data也要蠻大的 好 這樣大家懂了嗎 好 所以今天的課就算到這裡啦 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好 那我們就下一節課 再來學那些 最Advanced的技術啦 好 好